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欢迎你们回来我的频道,我是印度王子阿迪 我现在人在我的新加坡的宿舍 其实今天晚上我要离开我的宿舍搬到一个新的公寓 所以今天是我的最后一个机会 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room tour 我在新加坡的耶路国大大学读书 这是我们的衣服 Yale NUS 开始这个room tour之前,我想跟大家分享我的学历 我们的学校是美国耶路,就是Yale 然后新加坡国立大学,就是NUS,联合的一所大学 这里有三个不同的宿舍 然后我住的宿舍叫做春大闹 然后你们应该知道,我打三的时候去了台湾 在台大交换了一个学期 然后在那里开始了我的频道 所以我打三的时候不在新加坡 等到一到二到四都在这里 我记得我打一的宿舍跟我现在的宿舍完全不一样 我打一的时候最主重的是,我会想要我的房间很好看 就是装的很好看 但现在我觉得我会想要我的房间很适用 而不是好看 我觉得这个应该跟年龄有关吧 因为我觉得我就是年龄越来越大,也会比较真实 对,所以我打一的时候,我的宿舍应该是我住过最好看的一个地方 那里有什么压力,一些枕头啊,杯子很漂亮,就是很多树在那里 我很快就发现了,你在大学,你过几个星期 你的压力,你会受到很多大学的压力 然后这样子你不会有那么多时间去打算你的房间 所以我打一的时候,虽然我的房间非常好看 但是过几个星期后,我的房间就会变成很脏或者很乱 所以现在我觉得我这个房间的设备比较简单一点 OK,然后今天的影片我想要分成三个部分,三个主要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你的房间就是会好好形容一个人的个性,你的性格 所以我想了很久,我的房间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呢 我觉得有三个,第一个是运动,第二个是创意,然后第三个是学习 所以我们可以先从第一个运动开始 OK,所以我们的房间的第一站是这里 所以这是我的门口,所以你们从这可以进来 所以我们的第一个东西是这个蛋白质 所以我每天会喝蛋白质 很多人会在我的频道留言说,阿迪你怎么可以这么熟 我看到你吃东西,你吃了三个汉堡,然后这么多书片 你还是这么瘦的一个人,怎么回事 其实我刚开始上高中的时候,我超级胖 我应该是我班里最胖的一个学生 我父母给我的基因,还有很多印度人收到的基因 就会让我们的肥肉都集中在我们的肚子,还有我们的胸部 所以这样子我觉得,就是挺方便的 如果你穿比较就是这样子比较loose的衣服呢 别人可能不会发现你是一个胖子 所以搞中的我是一个胖胖飞飞飞飞飞的王子 这个不是开玩笑的,我真的会每天喝一瓶可乐 然后我记得我的周围的朋友们,他们都开始去健身房了 然后他们都会在那里就是lift weights啊,做很多运动 但是我还是一个胖子,所以我决定我要开始减肥 但是因为我当时非常害羞 我不想要别人看到我的肚子,还有我的肥肥的这里 所以我会在我的家的外面跑步 但我记得我会这样子跑步 因为我不想要别人看到我的肚子,所以我会这样子 而有的时候会这样子 真的,啊,15岁都是我真的过得很辛苦 我开始养一个,养成一个就是运动的习惯 这就是我的拍球 Mikasa 所以我在我的新加坡的大学,我会每一个星期至少一两次去健身房 我上学的时候,拍球我会到可能一个星期三到四次 因为现在是疫情嘛,所以我不可以跟我的拍球队一起练习 所以偶尔我会,啊,我给你们看一下,我会在,我会在这里这样子练习 我是二拳手,我是setter 如果我不会经常练这个工作,那我可能我的手会很容易就忘掉如何去球 对,我的水平处在一个很尴尬的位置 因为我的水平是,啊,就是小队和西队的中间,正中间 所以如果我跟西队大的话,我会觉得就竞争没有很激烈 如果我跟小队大的话,我会觉得超级难 交换的时候,我偶尔会去台北 Medical University 所以在那里,啊,跟他们一个星期练一次这样子 所以很感谢他们 对,但是,对,我很喜欢搭拍一下,这是我的一个运动 这个我好像没有跟大家分享过 但我在新加坡其实收到过一个按摩室的证明 我在新加坡上过一个月的按摩课 我会每天用这个瑜伽的这个foam roller 还有我的瑜伽垫,在这里就是拉施纳,然后做一些简单的运动 超级痛 接下来我要给大家看看我的椅子上的这个产品 这个是从Amazon买的,好像是70新币 所以也没有特别特别贵 你可以在这里把它开着 对,很棒吧,这个真的超级舒服 因为做YouTuber你会需要经常坐下来做工作 然后我会每一个星期可能花20个小时到30个小时 在坐在这里剪辑我的影片 如果我有这个,我会不会感觉到特别不舒服 我在这里贴了一张纸 因为我们的健身房关门了 所以我每天会做100个服务程 就是一个月的挑战 所以我已经做过2300个服务程 对,所以这是我的 对,这个 最后给大家介绍我的这个花瓣 对 我在台大开始交换的时候,我的朋友Wendy她借给我她的花瓣 回新加坡的时候就买了我自己的一个花瓣 其实最想念台湾的一点是台湾的路 我觉得台湾的路真的很平 我觉得很多人现在可能会煞眼觉得 你在讲什么,台湾的路没有很平好吗 但是我真的觉得台湾的路很平 所以如果你在外面要留花瓣真的超级方便 我的在台湾留花瓣的朋友 你们应该知道台湾的路很平 你们可以在下面留一个plus1 可以加1 对,我觉得在台湾留花瓣很方便 接下来我要给你们看我房间的窗衣的部分 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喜欢锻炼窗衣能力的人 所以我接下来要给你们看看我的房间的小办公室 所以我在这里有我的电脑 这是我很珍贵的一个东西 因为这个电脑是我用积极的钱去买的 我没有依靠我的父母 然后我选了注音版本的MacBook 因为我想要好好学习注音 所以我会用注音符好的电脑 可能从这个角度能看得比较清楚一点 所以如果我在这里就是工作 对,然后我无聊的时候 我可以从我的电脑的下面 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一台箱子 对,把它拿出来 然后这是我的比较久的一台箱子 这是佳南的G7X 所以我可以这样子把它开着 我非常无聊的时候 我会可能会去拍我的桌子上的一些照片 所以这里我有我的眼镜 无聊的时候我可以锻炼我的拍摄的能力 像我的快门的能力 所以 嗯 对,这是我的办公室 最后我想要给你们看看我的 这是 哦 这是 消费机 对 这是我的一台无人机 对 这是消费机 这样子把它打开 对 它真的很小 它像一个玩具一样 它比我的手还小 特别是如果把它这样子关上 这个应该比我的手机还小吧 这个应该比一个iPhone还小 我去印度拍我的真实印度系列之前 我在YouTube查了 看了很多不一样的影片 然后他们都会有一些非常好看的风景啊 或者拍一些印度不一样的城堡之类的 所以我那时候在想 我应该给自己买一台无人机 这样子到印度的时候可以拍更好的影片 这个无人机真的很特别 它叫Mavic Mini 为什么呢 因为它超级小 一般的无人机都会超过250颗 在大部分的国家 如果你的无人机超过250颗的话 那你飞你的无人机之前 要先通知那个国家的政府 或者那个国家的警察 每个国家会有很复杂的规则 但如果不超过250颗的话 那你可以在任何的地方飞 然后你不要通知任何的人 所以你们猜一下这个无人机的重量 249 是不是很酷啊 OK大家 所以我最后要跟你们分享 我房间的第三点就是学习 很多人问我我是读什么戏的 我的主秀是什么 我在台大交换的时候 我的主秀是中指 我是读中指戏的 但我在新加坡的娱乐国道 我读的系叫做PBE PBE是来自奥克斯福大学的一个主秀 第一个P是政治的意思 第二个P是哲学的意思 然后最后E是经济学的意思 我自己觉得我这个三个课程其中最有兴趣 还有最擅长的一堂课应该是哲学 我在我的房间会有很多不一样的书 所以这是我今年读的一本书 叫做The Republic of Plato Aristotal Politics 吉他 如果你们对Joshua有兴趣的话 你们可以去读这本书 我房间的最后一个东西就是这个吉他 这是我的朋友Roy 他送给我的一个吉他 谢谢Roy 是一个毕业店里的礼物 如果你们追踪我的IG 你们应该知道我很喜欢唱歌 所以我一年前大四的一开始 我上了一面唱歌课 我从一个完全不会唱歌的水平到现在到了一个 去Halloyoke 敢跟大家的面前唱歌的一个人 可能之后我可以给你们听听我唱的中文歌 因为我很喜欢唱 我怀念的有一种悲伤 这些歌我都喜欢唱 所以可能之后我会给你们听听 but ok 这是我的房间的所有的东西 很多Tritern们问我接下来要做什么 我会留在新加坡吗 还是我会回台湾 还是我会去印度 这些问题我还没有特别特别清楚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我现在的感受 我觉得我会先留在新加坡工作一段时间 但是长期来说我希望有一天可以回台湾去 然后在那里等全职YouTuber 我很加厉我在台湾的日子 所以希望可以之后可以回那里去 因为今天疫情的问题 所以我也不能马上回台湾去 后来我找不到一个台湾的工作 希望之后可以在台湾继续拍影片 对这个应该是我的一个小梦想 谢谢大家你们今天看我的影片 我知道这种影片跟我平常拍的有一点不一样 因为你们平常会看到我在不一样的国家 在那里旅游拍影片 我觉得我最近很忙给你们分享关于印度的事情 然后发现我很多粉丝们也不知道我在哪里读书 我这我的兴趣是什么 所以希望通过这个影片你们可以多了解我 我也希望这部影片我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大学的回忆 所以我可能十年后看我的频道的时候 我会有这个回忆 然后我知道我的宿舍是什么样的 然后我知道二十二岁的我有什么爱好 然后喜欢做什么样的事情 谢谢你们今天看我的影片 所以我们下个星期五的六点见 拜拜 Nomaste